大家好,我是阿灿 不知道这个东西有多少人吃过 又有多少人知道它叫什么 它的学名叫马蹄 在我们这边没人种植,不常见 我只知道在广东地区种植的人比较多 今天我就用它来做个马蹄肉丸子 做出来比莲藕丸子和萝卜丸子都要好吃 外脆理论,清甜爽口 接下来就跟着视频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我们要把马蹄给它去皮 马蹄的外皮比较厚,而且形状不一致 只能用小刀慢慢地把皮削掉 削皮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不要伤到手 去皮之后再倒入清水里面给它稍微清洗一下 清洗干净后再捞出来 然后再倒入绞肉机里面 把马蹄给它搅成颗粒状 不能给它搅得太碎,大概搅个两到三秒钟就可以 大家看一下,搅成这样的颗粒状就可以 这样制作出来的丸子口感更加爽脆 接着再准备300克去皮的猪前腿肉 做杂肉丸子一定要带点肥肉,口感才好吃 就像这种二肥八瘦的肉最合适 先用刀把肉给它切成小块 全部切好也给它放入绞肉机里面 再放入两三片生姜 一起给它搅成入末 入末也不能给它搅得太碎 稍微有点颗粒感就可以 最后给它搅成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全部倒出来,放在大碗里面备用 接着再准备半个去皮的胡萝卜 先切成薄片 再切成细丝 最后再切成胡萝卜丁 切好再放盘中备用 准备青红椒各半个切成丝 然后再切成细丁 切好放盘中备用 再准备两根小葱切成葱花 切好也盛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再往肉馅里面加入一勺食盐 一勺鸡精 小半勺胡椒粉 一勺生抽 少许的料酒 再用手充分的抓拌均匀 一直把肉末抓到粘手的状态 然后再把马蹄放进去 胡萝卜丁也倒进来 放入一半的葱花 再放入两大勺的玉米淀粉 一勺芝麻香油 再次用手充分的抓拌均匀 把所有配料都抓到融合在一起 最后扎到这种粘稠的状态 在扶口里面挤出来的肉丸子成型不散开就可以了 往锅里面倒入多一点的食用油 待油温升至五成热时 再用手挤出肉丸子一个一个的放下去炸 下肉丸子之前要把火调到最小 先下锅的肉丸子炸到变颜色时 先要给它捞出来 等到颜色都变成一致的时候 再放下去复杂 待全部炸成这个颜色的时候 再把之前的肉丸子一起放下去复杂 继续给它炸个一分钟左右就差不多了 最后给它炸成这个样子 金黄酥脆就可以了 先倒出来放在盘子里面备用 不怕上火的朋友 这个时候肉丸子就非常的好吃了 又香又脆 又散口 我怕吃了上火 所以我要给它再加工一下 往锅里面倒入一碗清水 水开以后再把肉丸子倒下去 给它煮个三到四分钟左右 让肉丸子吸收一下汤汁 这样吃起来就不上火了 煮好以后再给它捞出来 全部倒入盘中备用 接着再把切好的青红椒粒倒进锅里面 再倒入小半碗的水淀粉勾个薄芡 开大火给它煮至浓稠 像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接着再把芡汁给它浇在肉丸子上面 最后再撒上葱花点缀 美味继承 就这样一道好看又好吃的马蹄肉丸子就做好了 清甜爽口 营养又丰富 做法也是特别的简单 有喜欢的朋友收藏起来试一试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一点点帮助的话 就麻烦伸出您的发财手给我点个赞吧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